我都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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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帽子铁毛给弄掉 公交车 这个是模拟公交车的 有点用 现在我先做这个 我要挑战一下在公交车上画妆 然后特别真实的摇晃的状态 这我画得不厉害 先打个底妆 现在试一下眼影 我觉得眼影应该还好吧 但是一会眼线 我的天哪 你刚才旁边的人帮我拿着 没关系 完全没办法下笔 控制 我想控制在我的药上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画那种波浪的 看到我颤抖的双手了吗 现在公交车是不是开到村里去了 我觉得我找到一个窍门了 下面再动 但是你的脑袋可以不用动 把我的妆毁了 有没有看到我的眼线已经画到天上去了 现在我放下了 上眼前画得好 就下跌下来做 好 接下来是夹睫毛 现在才到最艰难的时候 我想那俩把那个小器材给遮掉 完全点不到那个底子 好好打摄影的时候不用看镜 可以紧着自己的记忆的 在这么一个荒废的公交车上 然后如果想画口红 那就看你想不想多死的情话咬唇子 想多死的情涂全嘴 不要注了那些细节 好了 好了 OK 这样看起来好像 我以后也可以说 在公交或者地铁上面 戴个化妆盒 然后直接在上面化妆 别化了 因为像这种荒废的出来拉丝活的公交车 以后也别做了 我觉得对生命就是很有危险 以后男性朋友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化妆化的眼线 这个断断续续的说明 可能并不是她的化妆技术在好 但是她真的是在公交车上化了 工作日很多女生都有起晚的时候 起晚了总不能苏颜去上班吧 我们给你几个小tips 让你在通勤路上画好完美妆容 上车前不管你再干时间 都要先简单戴妆 画好底妆和眉毛 免得车前车后两个样子 画眼影和眼线的时候最容易失手 预先准备棉棒和卸妆湿巾 当你的妆容画错或者画歪的时候 可以轻松抹去和修改 千万记得在车开时不要夹睫毛 当红灯亮起的时候 就是你夹睫毛的最好时机 凸睫毛液的时候 如果被一个急刹车毁掉了妆 护手霜可以将睫毛液融化 塞上粉底或遮下膏 妆容瞬间恢复如初 一个妆品两种用途 口红也可以当腮红用 最后一个tips 少拿妆品 挑选一个有深度和底部有化妆袋的化妆包 以免公交车挤刹车的时候 撒一地 好啦 一个通勤路上完美妆容 就大功告成了 这下你还会觉得 通勤路上快速画一个妆容 不能实现吗 只要方法找对了 在遍布的路上也能快速完妆 做好 优优独播剧场 deprived com들이有这个样子 准备 是